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7日赴湖北省武汉市 李克强为武汉疫情而去,但官方消息只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并前往考察武汉肺炎疫情。 此前媒体关注在云南放聘问苦的习近平,与西北考察的李克强核实前往武汉。 中共当局新成立的中央应对新型官方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李克强担任小组长。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武汉肺炎升温,李克强受习近平委托副医区考察。 该报道综合北京日报网等陆媒消息,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武汉肺炎疫情, 看望慰问患者和医护人员。 该报道还隐居官媒新华社消息, 中共当局新成立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昨天首度开会, 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